大夏天的外面明明很闷热 可电梯里却冷得不行 男人尝试张了下嘴 结果却发现呼出的都是冷气 他明白这不是电梯的问题 因为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他的身后就总会出现一个红衣女人 原来就在昨天 男人进公司时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纸钱 而等他抬头的时候 保安竟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盯着他 男人见状正想离开 可保安却开口叫住了他 原来今天是中元节 保安想让他也拜一拜 可男人却不相信这些 他点头敷衍了一下保安 紧接着便转身上班去了 殊不知与此同时 他也第一次遇见了那个红衣女人 然而眼见对方走进了电梯 男人立马就追了上去 可等按下按钮以后 电梯里却又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然而男人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因为他所在的公司天天都要加班 几乎每天都得凌晨的两点半才能收工回家 所以他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 而当天晚上 男人又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准备下班 不曾想就在这时 同事居然也同样踩到了地上的纸钱 而他不仅跟男人一样没当回事 甚至还嘲笑这里的人封建迷信 可他哪里知道 此时身后的保安正搭拉着脸盯着他们 第二天一早 男人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 而这次他又遇到了昨天那个红衣服的女人 好在这次等他按下按钮的时候 红衣女人也并没有消失 起初他还以为之前是自己多想了 可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现在明明是大夏天 可电梯里却冷得直打哆嗦 甚至就连呼出的气体都凝结成了霜 男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难不成身后的那个红衣女人真的有问题 他被吓得赶紧走出了电梯 可由于害怕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回头看对方预言 当天晚上 男人又因为加班忙到了很晚 不曾想就在这时 天花板上却传来了一阵动静 他以为楼上的公司也在加班 可等他转头看去的时候才发现 同事们居然全都朝自己看了过来 并且每个人的脸上也都透露着说不出的诡异 谁知就在这时 但好在刚刚的都只是一场梦 并且所有同事也都恢复了正常 而与此同时 老板提出要请大家吃饭 男人健壮也只好跟了上去 可让他感到纳闷的是 大家放着好好的电梯不坐 居然全都选择了走楼梯 而等吃饭的时候 他这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之前在他们公司的楼上 有一个女人因为受不了长期加班 最后死在了电梯里 并且死的时候血喷得到处都是 怎么擦都擦不下来 最终物业为了隐瞒此事 只能找人将电梯隔了开 因此现在的电梯每次只能上去一个人 男人以为同事在吓唬自己 于是为了验证事情的真伪 吃完饭后的他便独自走进了电梯 而里面果然有一个挡板 并且空间小到的确只能容下一个人 然而让男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与此同时电梯里 温度居然直线下降 而男人的嘴里也呼出了上次的冷气 谁知就在这时 电梯里突然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 男人被吓得赶紧转了过去 然而却什么也没有 结果等他抬头一看 男人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够呛 可电梯门却又迟迟没能打开 眼见女人从挡板的后面探出了头 男人一时间也慌了神 但好在这时 电梯的门开了 他这才成功逃过了一劫 可奇怪的是 等他回到公司以后 这里不仅停了电 甚至就连同事也全都不见了踪影 更奇怪的是 曾经那个劝自己拜一拜的保安 此刻居然正在跟自己的同事聊天 男人本想跑上去问个究竟 可保安却出乎意料地 抠下了自己的眼睛 男人哪见过这阵长 二话没说就跑到办公室躲了起来 但好在与此同时 他回想起了早上母亲交给自己的护身符 虽然不知道到底管不管用 但他还是赶紧从包里拿了出来 他希望这样那些脏东西就不会靠近自己 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他默默祈祷的时候 那个红衣女人居然又出现了 男人被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但好在没过一会儿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想要起身查看一下 结果下一秒 好在与此同时 这层楼的保安也赶了过来 原来今天是中元节 是鬼门大开的日子 而男人和同事不敬畏这些也就罢了 甚至就连踩了纸钱也不败一败 保安知道他这是惹恼了死去的红衣女人 于是思虑再三过后 他便带着男人来到了女人生前的四楼 而这里阴气果然很重 就连空气中都透露着刺骨的寒冷 但好在这里 他发现了自己消失的同时 于是来不及耽搁 男人立马听从保安的叮嘱点燃了手里的香 紧接着便开始了虔诚的祭拜 或许是真诚感动了红衣女人 下一秒周围果真就恢复了原样 而从那以后 男人偶尔还是会乘坐那个电梯 尽管里面依旧是阴风阵阵 但他再也不会害怕了 因为他相信凭借自己这帅气的长相 就算来一百个红衣女人 也都不舍得对自己下手 不舍得对自己下手 不舍得对自己下手 不舍得对自己下手